一名男子来到了新竹的关西农会准备要办理贷款 要求要贷50万 不过因为他的偿还能力不够 银行只核准了20万元 结果男子一气之下竟然开枪 还拿出了这瓦斯桶冲进农会 监视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 这名男子气得怒摔东西之后离去 接着又回到农会 手拿枪针朝着天花板开枪 当时坐在柜台里头的这名英勇行员 不但没有害怕 还赤手空拳的和他搏斗 不过后来我们看到这名男子不敌之后 落荒而逃了 但随后又带了瓦斯桶 竟然要冲进农会 说是要开瓦斯卸份 幸好有一名行员紧急的拿出灭火器反击 最后开枪的男子被制服 扭送警局